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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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做對的事情 才不會後悔 因為他講那樣 我覺得我心裡就很不舒服 我們是來賣水果 那你跟我爸爸講那個 我一直覺得說 這樣好像以後有一天搞不好會怎麼樣 我就趕快切了 我就不要了 為了這個女兒的名譽 就是很捍衛女兒的名聲 所以他就是一直反對他去賣水果 各位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戲劇 《我眠一家人》 劇名就是跟我們的本尊的名字是一樣的 我們來歡迎的是鄭阿棉 阿棉師姐 立秀師姐好 全球觀眾朋友 大家好 繼續來歡迎的是德馨 大家好 我是德馨 在這一集當中 開始就會因為事件的關係 會讓阿棉帶著弟弟妹妹 還有媽媽 紅丹女士 對於這個爸爸的外緣會有不一樣的認識 但是當時候你們的這個生活條件的關係 其實還是希望爸爸有賺到錢 要顧一下家裡嘛 尤其是你看 弟弟發燒 發白要看他 那時候是沒有健保的耶 對不對 對 要煮一隻手就還有六百塊 那時候是迫不得已 你去爸爸和阿姨開的酒家 那時候去找他 要拿醫療費 他那時候也不去酒家 喔 就是他先去鐵達 要去他家裡大的地方 就離我們那裡不太遠 我就用肩子去 那時候小孩就去 那時候要去找爸爸偷錢 結果阿姨就說 你爸爸沒有在這裡 他就說 要不然 你這個身體給他 一直看白 是這樣 可是在這邊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大家一定在劇情當中看到 其實我們的阿棉師姐 小孩也是一個小辣椒齁 有出名而已 沒看見 沒看見 我以前要來問這件事 過年過這個進場 帶弟弟妹妹去爸爸外園的家 我坐在那裡去買新衣 這是真的阿家 真的阿 那是什麼情形阿 因為過年阿 人家大家都在買新衣 我就想說 大家都在買新衣 我媽媽也沒錢了 要怎麼去買新衣 我就 叫弟弟妹妹整天 他就說 你爸爸沒有賺錢 你爸爸現在沒有在這裡 出去了 我說這樣我在這裡等 我就很高興 我說我在這裡等 他說你在這裡等也沒有 他不知道當時要等 我說沒關係我就等到他等 反正他也等到這裡 忍不住要請教洪丹女士 其實這個大小女孩跟你的個性是不一樣的耶 對啊 對不對 而且戲當中你們有一段就是說 其實媽媽是點點聽這個大小女孩 形容這些新衣怎麼來的 對 那時候你覺得這個洪丹女士是耐得了這個大女兒的性格嗎 我覺得她完全沒辦法耶 而且其實我覺得洪丹女士她算是很好命 因為她在家就沒話講嘛 就是大小姐 然後嫁了一個老公雖然就是很多外援 但是其實前面老公也對她很好 那後來呢就是雖然家境不是很好 但是很快的阿綿絲姐又撐起了家境 什麼事情都是這個女兒在做主 等於說她的一生都是有人替她撐起 對其實她是好命的 身旁有很多貴人 是 所以某一個程度來講其實她是被照顧的 然後她也願意認命 對我覺得她某種程度上有一點樂天之命吧 有些人她會很怨天有人 但是我覺得洪丹女士她比較不會這樣 你的個性跟媽媽有相同的地方嗎 沒有啊 我比較像我爸爸 你比較像爸爸 比較不願意像命運低頭的感覺 我媽媽都常常說我最像我爸爸 個性啊什麼 做事的氛圍 氛圍裡面我都是 我很捨得 懂 我媽媽比較不會 嘟啊喝順著這個話題 就講到賣水果這件事囉 去酒家賣水果這件事情 是你自己也有這個生意的頭腦 還是真的旁邊有人這樣推你一把說 好吧我就這樣子賺錢會比較快 因為爸爸那時候是開酒家嘛 跟阿姨開酒家的時候 那時候是 以前的酒家是 裡面有煮菜 有什麼都是自己廚師在煮的 爸爸的觀念就是不一樣 他就是改變那種傳統的酒家 他菜都是從外面叫來 他對面有餐廳 他就從外面的餐廳 他自己裡面不用設廚房嘛 所以他只有餐廳的菜 他就叫他進來 他只有小姐撇而已 所以那時候爸爸就說 可以來賣一個水果 因為菜都是從外面叫的 你可以水果切水果盤來賣 那時候水果盤 五十幾年前水果盤一盤是十塊錢 那是很多囉 那些小姐就說 這個妹妹好可愛啦 你跟她買一個水果啦 就這樣子一盤一盤的賣 那時候五十幾年前 一天晚上可以賺到兩百多塊 喔 兩三百塊喔 那時候很多喔 對啊 對啊 一天喔 一天晚上 那做了差不多兩個多月吧 就是有賺了錢嘛 對不對 那時候就 就賣了賣 就有一天 聽到 我都旁邊聽到人家說 跟我爸爸這樣 阿大哥阿大哥 你們喔 兩家合起來的女兒 就七個八個 我們家有四個嘛 我阿姨家有三個嘛 那你們這幾個人 女兒來就 就OK了 就不用請人了 結果我就 隔天我就不去了 不去的時候 爸爸就回來 一直罵一直罵 我說你怎麼罵都沒有用 不去就不去 我覺得哲心從這個角色當中 媽媽的立場 或者是說 好比你自己在演藝圈 其實最怕的真的就是 被別人誤會 被別人批評 對不對 對 你在這一串的劇情的時候 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她真的是 為了這個女兒的名譽 就是很捍衛女兒的名聲 所以她就是一直反對 她去賣水果 這個部分 可是她又奈何不了自己的女兒 因為阿眠師姐從小就很 為了家計啦 很愛賺錢 而且她個性又很故鄉 就是決定的事情 她就一定要做 所以常常在劇情當中 會看到 媽媽一直反對 反對無效 女兒還是最後還是回去做 所以在這一段就很能夠清楚知道 我們阿眠師姐的個性 對不對 我可以去那邊做正當的事業 但是如果被人家這樣子 風言風語的 然後有一點點這種 人格上面的誤解 很不好意思 我馬上切斷 對不對 因為我們做對的事情 才不會後悔啊 因為她講那樣 我覺得我心裡就很不舒服啊 我們是來賣水果 那你跟我爸爸講那個 我一直覺得說 這樣好像 以後有一天搞不好會怎麼樣 我就趕快切了 我就不要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 原本是跟媽媽的這個對抗 在那件事情之後 變成是跟爸爸的一個對抗 對 我們接下來還有更精彩的 我們一家人 請大家持續的收看 今天感恩兩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收看今天大家會更試 我們下次見 因為我以前拍戲 媽媽都在旁邊跟著照顧 所以其實我好像 除了戲裡面 會講一些比較大人的話之外 私底下好像還是一個正常的小孩 因為講一些太大人的話 我就會被媽媽揍 媽媽是兇的 媽媽會叼住對不對 對 還是希望孩子有孩子的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能思想上面 會比較成熟啦 可能會比較多 會把人家著想 然後思考的模式也會比較像大人 但講話方面還好 因為我只要講錯的話就糟了 這不是這樣耶 好 好 走喔 好 不是德馨 那我這次在我眠一家人當中 我飾演的是阿眠師姐的媽媽洪丹 大人大人 講話還說不清楚 我跟他做什麼 我先來走 這樣比較對 他有叫啦 沒有啦 他有叫啦 沒有啦 有啦 會得了 你別人跟你哭哭在那裡 你就跟我說大人家走 有聽到嗎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傳統的女生 傳統女生有很多種面向 就是包括 也許她就是一個 不是那麼勇敢 她生了六個小孩 然後她寧願就是 一再地容忍老公的背叛 她寧願委屈 求全 她也要框住 這個家的完整性 老爸 會賺大錢回來喔 當然啦 我太過了 家裡老爸 心裡還有我們 不管你外面做什麼 一定都是為了賺大錢 讓我們過得更好理智 她是要 到處靠的一個媽媽 有老公的時候是靠老公 然後 失去老公的時候 靠女兒 對於她的一生當中 好像沒有一個安全感 妳來喔 妳到退 妳到退 那是妳 唉唷 很好很好 大家都來了 那一家會 看樓頂樓 較好想照顧 很方便耶 什麼樓頂 德欣姐她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一開始妳會覺得她是一個冰山美人 就是會想 欸 就是很美 然後就是會不會畫少少的 沒有 她是冷面笑匠 有什麼事 畫幾下就好了 不要寶 好 她這個人笑有點活地 也很常會就是 做出一些很可愛的行為 她很會撒嬌啊 然後她私底下也蠻照顧我的 就兩個人比較像姐妹 比較比較母女這樣 剛剛好阿棉跟她媽媽的關係 其實就是也是處於朋友跟母女之間 她也會找到阿嬤啊喔 其實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些動作 那也很符合阿棉跟她的媽媽的相處 因為照顧她媽媽也好 責備她媽媽也好 就是把她當成是一個朋友 就是希望妳這麼小孩 可以再好力氣 不要像阿嬤這麼厲害 全是下來這三十集 因為我是從年輕這樣演到老 我覺得老公帶給她很大的陰影 就是中期醫生老公就是一直在 算是在騙她嗎 就是這樣的模式造成她 她就是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一致到了後來 她會希望就是尋一個最保守 環境會造成一個人的性格 會帶給一個人性格上很大的影響